第八 神的神借着名字 其实是让人认识他的属性 就是他自己本体的特征 神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名字 来向以色列人显示自己呢 这个应该没读书吗 读了应该得到这个答案 书里面已经说了 为什么用这么多名字 是因为多方多角度的 神太丰盛了 他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 那个丰盛要用不同的名字 来去阐明 神是爱 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良善的 神是信实守约的 神是全能的 等等 神是一致的 赐平安的 一个名字 无法完全把神和他百姓之间 关系当中的一些 他本性当中的特征去描述出来 所以用了不同的名字 这个是一方面人的有限性 另一方面 神是多次多方 多维度的向人 启示他的丰盛 除了让人认识他 彰显他的能力 显为荣耀之外 为什么呢 我已经谈过了 人的 辅救人的 认知能力 人是有限的 必须分次 多次多方的 跟他讲 我是耶和华 一句话 我就是 我是 人就理解不了 你就是 你是 你到底是什么 这个空白的支票里面 人可能就用自己愚昧的 拜偶像的心 可能随意给自己 给神添加不同的属性和特征了 所以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是用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相遇 不同的场景 向人显出他不同的 这个与人关系 与被造界相关的 那个他的属性和特征 让人渐渐的认识神 连认识造主这件事情 也是不断的去认识 神是信实的 神是圣洁的 也是经过历史这么长时间 特别是我们读旧约 从创世纪到起初 虽然创世纪那个 作书是出埃及记 在西南山下 那个历史时期写的 但是从出埃及记到现在 距今也三千多年了 对不对 为了教导救恩的知识 理解上帝在救恩里面 那个用心良苦 我们新约的人在读的时候 已经启示跨略了这么长时间 教导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已经浓缩了 这个最终的这个课程的教本 教材 读的时候 我们都领悟不懂 是吧 读一遍就 一下子熟悉了 整个新旧约的这个关系 上帝的那个丰盛 没有对不对 这一点那一点 碎片式的 最后整合 透过牧者 透过圣经学习 透过神学学习 不同的书籍 帮我们梳理整合 勾勒出来了一个 相对更加清晰 而不是碎片的 关于上帝从旧约到现在 一直所隐藏的 渐渐显明的那个救恩是什么 救恩的方法 旧约是祭物 什么宰阳 亚伦 捷器 捷径礼仪等等 那新约里面分明的 在基督里面 那个象征性的 预表的那些东西 变成实体 直接成为福音的 本质内涵 迁就我们的理解力 然后神本身的因素 是丰盛 神无限的丰满 荣美 美德 诸多的美德 向着我们充满了丰满的 这样的善良的善意 如何让我们认识他呢 对于这样的婴孩 上帝耐心的去 循序渐进的去教导他 透过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名字 场景去教导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